了解最新离岸资金投资动态 掌握资金出海合规方案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周离岸资金市场有几大传闻 第一个,传闻中国大陆再次禁止内陆客户前往香港开户 第二个是位于澳洲的长江换汇 涉嫌2.3亿美元的洗钱案被查封 如果你也是关注离岸投资,离岸走资的相关话题 欢迎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 关于收紧香港银行开户的传闻 我们先来读一读原文 相信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看到了 也有朋友在私信和评论区里面发给我 问我这是真的吗 原文是这么说的 据彭博社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三位知情人士消息 大陆官方不久将限制内地客户人士在香港银行开户 开户者需要提供以下工作或生活在海外证明文件 香港入境处发出的工作证或就读签证 境外雇佣合约海外院校录取信 香港入境处单程证或其他移民海外证明文件 那么从文字上来看 大家可能都被吓了一条 但是通过深究并且去挖掘之后 这一条消息我个人认为99%一定是谣传 那么放出这种消息的人肯定也是中介 在这个制造恐慌 让大家踊跃的去找他们花钱开香港银行账户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彭博社也好路透社也好 他们的公文写作水平没有这么次 我们可以看到原文 一方面是写着大陆官方 一方面又写着内地客户人士 下面又写着开户者 然后这里的各种断句 是吧 大家可以深入的看一下 这个公文书写就是小学生水平 然后通过把这一段文字 你复制到谷歌上去搜索一下 你也发现彭博社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消息 所以说这一则传闻 以目前来看 那肯定是中介的一个造谣的水平 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像大众银行 优约理财 恒生银行 这一类 他还是依然欢迎大陆人士 前往香港去开户的 所以说从银行端来讲 他们并没有关闭这个窗口 当然你说大陆会不会去做这个禁止 长远来讲 不排除 但是短期来看 从这个经济情况 还有这个施政的报告来看 实现这种关闭 或者说完全封禁 是吧 是不太可能的 一是影响到了内陆自身的经济 第二个呢 香港的银行业也会遭到重创 再退一步讲 离岸人民币最大的市场就是在香港 对吧 那如果你关闭了大陆人民 这个前往香港开户的话 那只能说受损的不单只是这个普通老百姓 第二个你这个香港银行业 离岸人民币的业务也会遭到更大的创伤 距离我们一直所追求的人民币国际化只会越来越远 当然这里面都是我一个个人的猜想 至于会不会关闭这个传闻 我觉得短期内还是不会的 所以大家不必恐慌啊 可以看到 其实像香港很多地铁站啊 或者说门店啊 还是有很多这个卖保险的人士 是吧 写着你带这里买保险啊 我给你就开香港的户口 然后利息还是非常的诱人啊 这一条路不可能短期内去关的 因为真的是关的话 失业的人也太多了 难得香港刚通关 对吧 香港又要复苏的这个经济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是吧 这一则新闻其实很明显嘛 就是中介的一个传闻啊 他们也要过双十一 对不对 那双十一他要钱呢 那就找你们要呗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些报价 还是非常的离谱的 基本上如果你看过我的视频 你也知道这些银行 可以说完全是零开啊 不需要花任何一分钱 当然了 总是有人啊 受不了这种就是啊 信息差的这个这个 接受程度吧 还是选择去中介 当然这种是拦不住的 所以如果你看了我的新闻啊 那说不定就已经省了这么多钱了 你也要帮我点个赞 对不对 谢谢大家 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关于长江换汇的这个新闻 那么发生是在澳洲 那么长江换汇呢 就是三年来涉嫌洗钱2.3亿 在澳洲墨尔本呢 逮捕了七个人 其中四个人是中国公民 另外三个人呢 是澳大利亚公民 那么查获了5000多万啊 澳币的这个豪车和财产 那么关于长江换汇 这个事情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 确实是一个障碍啊 可能在澳洲有一定的这个资金 然后呢毕业了 或者说其他有用钱的需要 那么可能会找这种换汇公司去用 包括我们在香港 也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那么对于找换汇公司的这个plan b 或者说平行替代的方案的话 其实是可以diy的 你像和券商 还有以及这个汇丰银行的这个万事达 积极卡去搭配使用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是完全可以的 大家也可以通过右上方去看一下 我给大家就是制作的那个 汇丰万事达国内曲线的那个视频 那么一般的路径来说 就比如你在澳洲啊 你有这个换汇的资金或者其他国家 那么你先把你的资金啊 通过入金到盈透证券 ibk里面然后进行这个换汇 然后出金的时候 你可以换一个香港的银行啊 换到这个汇丰万事达啊 汇丰里面 然后呢 你再在境内啊 再用这个atm去取线啊 那么每天单张卡是8万啊 当然你有更多的卡 你就可以突破50多万 就完全可以满足啊 日常留学的这么一个需要 你不需要去找这种换汇公司了 一方面呢 你很容易收到黑钱是吧 账户被查封 第二个呢 他们换汇公司的汇率啊 也是非常的不好的 另外就是啊 一些啊 琐碎的陆续的小新闻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汇丰美国啊 关于我们中国人啊 的账户呢 也陆续的在解封了 但是呢 现在汇丰expect传闻啊 泽西岛那边也开始疯狂的去review一些账户了 所以大家如果汇丰expect有户口的话 记得这个保持活跃 然后资金呢还是要保证一定的干净的 关于wise和sepalband啊 目前呢都是阶段性的灌闭了 ach通道 可以说功能确实啊 大打折扣啊 这一点让人啊 还是比较的担忧的 在资本市场方面呢 那么大陆呢 发行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 然后也增加了这个财政赤字 我个人呢也增加了一定的短期的 做多中国的仓位 不知道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你们对于A股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然后美股呢 是已经连续下跌了三个月了 我个人呢也会考虑啊 逐步的在一些关键的支撑位上面啊 去逢低做多 主要的目标板块还是集中在纳斯达克吧 比特币方面就是大幅反弹了10% 目前已经站稳了34,000的这么一个关口 可以看得出 离岸走资来讲和这个金融市场 也都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你对于这一类投资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 我也希望我们一起走资不孤独